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星期三的晚上11点38分 又到了这个每周一次的这个录音 我也不知道 今天今天的状态其实不算是太好 我真的是有点累啊 因为我前几天的时候好像有点被冷到你知道吗 因为这个天气忽然就变冷了 然后我这个桃园亲仆人 上个礼拜算是北上了两次 那在亲谱这边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 这个天气应该还好吧 因为我在家里试穿那个长袖牛仔外套的时候 我就觉得其实蛮热的 我在室内 然后我的确有开窗 然后有让那个东北季风的那个寒冷的气息 有吹到我的那个屋子里面 但是我穿上我的牛仔外套的时候 我就觉得有点闷热你知道吗 我就觉得冬天应该也还没到吧 然后我查一下气象这个目前的气温大概也是什么 20度到25度之间我就想说 应该没有这么冷吧 结果没想到我这周北上了两次 第一次没事 但是第二次的时候就被冷到了 害我就是这周那个精神状态没有什么 就不太好 我礼拜一的时候就被冷到 冷到我礼拜二昨天的时候 我头还有点痛 然后就早早赶快 昨天就早一点睡觉 今天就好一点了 但是还是有一种很疲惫的感觉 可能真的就是 这个我瘦弱的身躯被这个风一吹啊 就像就东倒西歪了 我大概就跟那个 养在家里的秦夜龙一样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问题 这个有一个很奇怪的养盆栽的一个消息 反正我家有一株秦夜龙 那最近好像那个文青少年少女 好像都在传闻说 那个秦夜龙啊 有事没事 你要用你的那个两根手指头 把它那个树枝摇一摇 然后听说那个秦夜龙就会觉得说 我住在这里好像没有很稳定 好像一直会受到威胁 然后好像那个秦夜龙 就因为活在受到威胁的环境之中 所以他就那个枝干会长得更粗更壮 然后或者是甚至他可能会因此而发芽 所以呢现在呢 有在养那个秦夜龙的那个文青少男少女 我干嘛一直把帮人家贴标情啊 反正就是喜欢在家里面养秦夜龙的那些人可能 或者是办公室里面的人 可能时不时就会用他的手 去摇一摇那个秦夜龙的质感 有点像是把那个什么啊 之前不是有讲过什么 把鳗鱼跟螃蟹养在一起 在那个货车上 然后可以提高他们的存活率之类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鳗鱼跟螃蟹 我那个印象已经有一点 有一点模糊了 所以 总之就是这样啦 就是我觉得 如果让一个东西在一个环境里面太安逸 好像他就会停止生长什么的 反正这个东西跟人生也有点像啦 你如果太安逸的话 你就会慢慢的变烂这样子 然后如果你一直觉得 喔这个生存是一个很强烈的需求的话 你就会一直变强 一直变强 一直变强 然后不想要对 不想要被人家干掉 之类的 反正我也不知道 我为什么会讲到这里 我应该要讲就是我这周 我这周去了北部两个地方 我首先去的一个地方是回龙啦 我为什么会去回龙呢 是因为 回龙那边有一个 总之是要讲到什么 总之我在读研究所的时候 我有认识一群大学生 然后是在那个热武社里面认识的 因为我那个时候研究所的时候 我对那个街舞就是一直很有兴趣 我大学其实也自己有跑去那个 街舞工作是乱学了一点街舞 那我从来没有参加过社团 因为大家知道参加那种社团的话 你的进步幅度会非常大的 毕竟它就是固定大家一起约练习 不管任何社团都一样 不管你是棒球社 网球社 桌球社还是什么 你就固定时间就会约练习 然后在那个社团里面 因为也有一点点那种友善的竞争关系 大家都会彼此 都会看谁的技术比较好 所以你就会想要练习 然后变得更好变得更强 所以基本上我觉得社团是一个 还蛮学习东西 一个蛮良善的一个环境 当然很多人在社团里面 也是因为那个人际关系 灰头土脸 但那个是人际关系的问题 不是社团的问题 我觉得社团就是这样的地方 那我从来没有 我跳舞这件事情 从来没有参加过社团 所以我就想说 那我就去这个社团 算是一种进修的行程 那在里面我的确也得到 这样子的进修 而且就是学到了很多街舞上面的知识 除此之外 就是认识一群 就是很好的朋友 因为我基本上 我现在 现在已经三十几岁了 他们那个时候 我那个时候研究所 那时候大概是26岁 那他们那个时候 是刚进 大学的小大一 所以他们的年纪 大概是 十八十九 十九二十岁左右 那个时候 那我的年纪大概大 他们六岁 所以现在等我们都长大 他们现在 我现在36岁 他们都已经接近三十岁了 他们现在就是在那种 就是会 会这边 我说你们都已经三十岁的时候 他们会这边跟我计较说 我才二十九岁 我还没有三十 你不要给我加上去 我才二十九岁 就是那种 很无聊的一个年纪 我在这边考虑他们 我在这边 讲他们这种坏话也很好笑 因为自己 自己明明有经历过那个 就是觉得 我才二十九 你不要说我是三十的年纪 我以前还会讲说什么 我到三十六 已经就是在那种 问卷调查里面 其实已经在勾下一格 下一格就是什么 三十六到四十岁 我也曾经在那个三十五岁的时候 曾经有一点微微的抗拒这个年纪 大概就是因为 没有写到太多的问卷 所以其实我 反应不算是太大 那总之 就是这样的一群人 那我那天在跟他们聊天 就讲说 我其实就有点像是在 看着你们长大 因为我一直觉得 在旧学时期 在高中以下的时候 就是你从小学到高中 这段时间 你的改变其实就是 那个学生时代的改变 你顶多就是有一些什么 谈了一些纯纯的恋爱 或者遭受到霸凌 或什么 他也许是可以根深蒂固 改变你这个人的性格 但是他 不会改变你很多 看待事情 或者是什么价值观的东西 我一直觉得大部分的人 大部分的人 在大学的时候 其实改变是非常多的 因为大学的时候 你有点像是一切都 就是你有点像是第一次接触这个社会 那大学就像一个微型的社会 小社会很安全的社会 让你第一次接触到这么多的人 然后完全每个人都来自不同的地方 简单来讲就是地域性也不同 价值观也不同 有些人是中南部的人 有些人是东部的人 然后全部都聚集到台北 这当然是因为我自己在台北念书 所以会这样比喻 但就是你在那一瞬间 你会发现各式各样的人 然后来自各个不同地方的人 我跟你讲 就连是台北人 因为我自己本身一开始是台北人 一开始是本身 这样讲起来很乖 但是我本身 本身从小到大是台北人 然后台北虽然这么一个小地方 台北真的 你如果放到这个世界上任何城市里面 台北真的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地方 但是就连台北市 各个区域其实 所生出来养出来的学生也非常不同 我觉得那个东西 有点像跟资本主义 跟阶级 跟每个人的社经环境有关系 就是你每个学校可能社经环境 都有所不同 然后养出来的学生的价值观也都不同 诸如此类的 所以我一直觉得 那个大学是一个真正的 第一次接触到 原来这个社会有这么多不一样的声音 这么多不一样的想法 当然是你也会碰到更多比你更优秀的人 或者是比你更烂的人 然后会对你的那个心理 还有成长 还有很多东西 进行一个挑战跟一个重整 就是大家都说什么 我出国会有那个culture shock 文化冲击嘛 我跟你讲 大学的时候根本不需要到文化冲击 这么大的冲击 你光在 光在那个学校里面遇到各式各样的同学 就基本上我就觉得 那个时候对我的社交冲击就非常的大 总之我就是那个时候呢 认识了这一群 这一群大学生 然后那一群大学生里面有一个人 他好像在毕业之后 工作几年之后 他爸妈就说那 因为他爸妈就想说要逼他成长什么的 那他们家好像是小康什么 就说他爸就忽然说 他想要买一个小房子给他 看他要怎么处理 然后他们就买了一个小房子在回笼 大概那个时候是几年 反正就是他刚出社会两三年之后 那我就说就跟他女儿说 来我买这个小房子给你 看你要怎么利用 你要租出去或干嘛都随便你 反正他爸就有点像是很有投资的眼光什么 那个时候买在回笼 总价好像是600万左右吧 然后我那个同学 其实他就是一个很上进的一个女儿 所以他就说 好 那爸你帮我出投几款 我后面的那个贷款 我就自己背这样子 所以他算是一个很有想法 很有组件的人 总之那个时候他就自己背了房贷 然后当然那个房子买下来之后 前几年他就直接把那个房子打理 整理整齐之后把它租出去 然后用那个租金去cover他房贷的部分 那这几年他持有这个房子 应该也已经我不知道几年了 反正有一段时间了 所以他就决定说 可以差不多可以搬回去住了 他现在的工作也都稳定了 然后人生有点像是到了一个段落吧 我在想啦 应该是这样类似这样 所以总之他就搬去了回笼住在那边 然后所以我们这一次这个周末的时候 我就想说 他们那一群大学生就想说 大家要来聚一聚啊 然后来嘴泡一下 所以就是去他的 去他家里面 这是我们第一次去到他家啦 所以就大家就带一些东西吃吃喝喝这样 从一路从下午一直聊到晚上 所以呢我这次去那个回笼的时候 不去的时候 我真的完全不知道回笼这个地方 到底长什么样子 然后我这次去的时候 我才发现首先第一点 我想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 从我们家桃园青浦这边 到回笼真的是很远耶 因为我原本以为没有多远你知道吗 因为像从我们这边青浦然后到那个林口 大家可能还不知道回笼在哪里 我好像要讲一下 回笼大概就在 哇塞要怎么讲 因为好总之他是在 如果你以台北市为中心的话 回笼就在很西边的一个地方 就是一直往西一直往西一直往西 然后走到那个新北市的底部的西边 差不多就是回笼的地方 那如果要真的要在形容 如果你知道林口在哪里的话 林口就在那个回笼的 在更西边在北边一点点的地方 大概就这样 他们他们那个如果车程啊 如果你开车的话大概十分钟 十几分钟就到了 所以林口离回笼大概十几分钟 那青浦 我之前就有讲过 如果要到那个桃园青浦 如果要到林口这个地方呢 大概坐捷运要半个小时 然后我就想说 他们那边开车十分钟嘛 那我这边坐过去 应该很快吧 因为我之前坐捷运 捷运到从林口过去 从这里到林口 我就觉得那个体感啊 我身体的感觉 大概半个小时就到了 你知道吗 所以我想说回笼 应该也没有多远吧 结果这次坐过去的时候 我才发现哇靠 有够远 有够远 从我这边到那边就是 你 虽然车程算起来 可能也才四十分钟左右吧 但是你就会觉得 哇靠 怎么会这么远 林口怎么过去以后 还有好几站 然后才到那个 最靠近回笼的那个站 好像叫什么泰山安河吧 然后我还要从泰山安河 想办法到那个 回笼站附近 有够远 而且我这次坐 坐那个基捷 我不知道是怎样 这次是我第一 第三次坐 桃圆捷运 也不是基捷 就桃圆捷运 我真的觉得 它开得好慢 有够慢的 因为 那个一路上 什么东西都没有 然后 连个车子还开这么慢 我就觉得有点说不过去 因为大家都知道 这种捷运的设计 它的那个 极限速度 通常都可以做到什么 80公里 90公里之类的 然后可是每次呢 它在每一站 里面开的时候 明明就是一个 我看起来还蛮直的 那个道路 可是他们都只开四五十 我就想说 为什么你要在这个 都已经高架桥了 都已经弄的 拉的这么直的路了 你为什么那个最高时速 还是只开四五十 跟那种 归宿的公车 或者是归宿的机车 在路上的速度一样 然后开这个高架桥 你这样不是很浪费 我也不知道 就很浪费时间 到底是在干什么 但我也不知道 后来我还去查 我就想说 为什么像我们在台北 例如说文湖县 虽然也是那种高架的 可是文湖县 给我的感觉就很快 为什么这个机节 这个陶节要开这么慢 然后后来我去看 那个平均时数 他们就拿那个科学数据来说 陶渊捷运其实不慢 你知道吗 陶渊捷运在所有的捷运里面 好像已经是开得最快了 但最大的问题 我觉得应该就是 那个陶渊捷运很远 但是它又不开更快 所以你就会觉得 哇 每一站 好像都让你觉得真的 开到一种 天荒地老的感觉 我也不知道 到底是不是真的很慢 我自己是体感 就觉得每一站 就真的超级慢的 当然它那个 距离当然也是真的很远 但 我就觉得它应该要 开得更快一点 让我这个没耐心的人 就觉得有点疯 但总之就是 那个整个体感 我从亲谱这边 一直到那个 回笼那边就觉得 哇塞 我花了 实际上也真的花了 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那我就觉得 哇为什么要这么久 我的妈呀 回笼有够远 我第一次 总之我吓到回笼 我第一个印象 其实就是 这边的房子 其实都还算是很矮的 因为我 我觉得新北市的发展 回笼算新北市 对回笼是新北市最西边 回笼 因为我一直觉得 新北市的发展 其实跟台北市 已经渐渐越来越快了 然后像那种很市区 或者是说很都会区的 那种城市发展的话 那个屋子 照理来讲 都已经盖了高楼大厦 就是至少你举目望去 应该都有什么 10层楼 20层楼的房子 应该都看得到 那我从到那个回笼 那个地方 我下来之后发现 哇那边其实你举目望去 还会有那种 一个一个街区啊 会整片这样望过去 都还是平房 那种4层楼高的平房的地方 然后后面可能都还没有 出现高楼大厦什么的 所以我就觉得 这个地方其实 我这个人很有趣 我这个人其实就是 喜欢看天空的一个人 所以如果说你那个房子 都够矮的话 然后我举目望去 就可以看得到蓝天 然后举目望去 就可以看得到 一座座的小山丘 小丘陵 我其实心情就会很好 所以回笼这个地方 我第一印象就是 居然在这个繁忙的新北市 居然还有这样子的区域 所以我看了就觉得很开心 像现在我去很多 新北市以前看得到的那种 天空的地方 像什么山虫啊 或者是炉舟什么的 现在都已经盖了乱七八糟 像新庄那边也都盖了 盖了乱七八糟 就这样 我都用乱七八糟 但人家明明就规划得很整齐 但是就是盖的 就盖很多高楼啦 就是至少都十几楼 二十几楼那种 高楼林立的感觉 我就突然觉得 哇这个都市真的是 人口的成长真的是 真的是爆炸性的在成长 总之我就觉得 回笼这个地方 好像还蛮宜居的啦 对我来讲 就是目前还空空荡荡的 难怪就是 那个我的朋友 那个时候买只要六百万 六百万真的说老实话 一般人如果只要 好好的工作的话 好像还负担得起啦 因为毕竟现在那个房子 都是洞砸 就是什么快两千万三千万 然后那谁买得起 我的妈呀 所以也不难知道 这个新北市 其实还是有很多 很多人可以去那边住啦 还是很多人买得起 所以就 我也不知道欸 就是很多人 也许你真的市中心买不起 像我一样市中心买不起 就往外移吧 我们就也只能这样了 就是 不然有什么办法 也就是一辈子租房子吧 当然那也是一个选择啦 我只是后来觉得说 自己好像 有自己的房子 真的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啦 就是会 你会有一种 真的定下来的感觉 然后这个空间都是你的 然后那个地区性 会有一种 会给你一个归属感 你这 归宿感 归属感 反正你就会有一种 你在一个地方生了根的感觉 那个感觉其实有一点 不理性 而且非常的模糊 所以我大概也只能跟你这样形容 也许真的有在某个地方生过根的人 会有这样子的感受 或者是说你可能 在一个某个国家或什么 在那边生活了一年 然后你开始慢慢养成那个归属感 你可能真的就会 比较能够理解 我现在跟你讲的感觉啦 当然这个东西真的是太 太玄了 所以 也许有些人一辈子 都没有这样的感觉 也许就是你的出生地 就是你归根的地方 你从来都没有说 我来到一个新的地方 然后慢慢有一种 找到家的感觉 我也不知道 反正每个人不大一样 总之呢 这是我对回龙的第一印象 然后第二个印象 我唯一留下来的那个印象 除了中间跟我朋友 那个吃吃喝喝之外 第二个印象就是 我晚上的时候回家的时候 那离回龙站最近的 离回龙这个地方 最近的那个桃园捷运呢 是叫泰山安和捷运站 那我们晚上的时候就 回到这个泰山安和捷运站 然后准备搭桃节回家 因为我晚上到泰山安和站的时候 我就发现一件事情 他们那个高架桥啊 因为它是高架桥的捷运站 然后那个捷运站大概是位在 我们一般房子的大概 四五楼的地方 它就是一个很高的捷运站 我不知道那边为什么 高架会架得这么高 但反正就是四五楼捷运站 那我要走到那个轨道跟那个月台 要进站的时候 我发现晚上的时候 我那个时候到那个站 是大概晚上九点半左右吧 我想要到那个上面刷票口 然后要进到月台的时候 那个四层楼的那个高度 我全部都是走楼梯上去的 为什么我都是走楼梯上去的 因为他晚上手扶梯全部都封起来 然后没有在运转 这代表什么事情 这代表就是晚上的时候 根本没有人在做桃圆捷运 那个捷运站目前的情况就是 他可能还是营运量真的是少到一个很靠北的境界 所以他才会这样 就是为了省电嘛 你例如说你一个小时可能才十个客人 你干嘛开这个手扶梯啊 完全就是浪费这个资源啊 所以我晚上的时候去就觉得 哇晚上这里居然没有手扶梯耶 然后等到我到月台 我那个时候车子其实已经快来了 因为我其实有查那个班次表 他班次表都是固定的 车子快来的时候 整个月台大概也才八个人 那我就觉得哇天哪 晚上九点半 桃圆捷运开往林口站的方向 这一站只有八个人 哇那个营运量真的是 可见一斑 然后我上车的时候发现 整台车上面其实是坐满人的 其实这个情况真的非常有趣 就代表从那个新北市或大台北地区 要往这个林口方向 或要往桃圆方向 还是有很多人在坐 坐这个车 只是就是中间的站点 那个人数真的非常少 下车 下车的人其实还算有啦 大概一二十人 二三十人吧 嗯 但中途上车通勤的人就蛮少的 蛮有趣的一个经验啦 因为我从来没有去过回龙 所以我这次去真的 留下了一些还蛮妙的感觉 我觉得如果大家真的人生真的太无聊啊 不知道要干嘛 我觉得最好玩的应该就是选一个地方 然后你就随便去这个地方 然后当作探险也好或什么 然后当然你就有个交通工具 例如租个什么U-bike 你就查好有没有U-bike 或者是说那种共享机车 Wemo或GoShare 然后你就在那一个 那个地区或那个站的附近 找一些景点 找一些吃的东西 然后在那个区域逛一逛 其实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我觉得蛮好玩的 然后我这一次还去了 这周还去了另一个地方 然后再继续讲之前 我们来喝一下 饮料 口有点渴 另一个地方就是 我这周去参加了一个喜剧的活动 它好像是叫奇迹的一天 那它是那个 有一个小鹏 它要怎么讲 反正就是一个 我们就叫它新北市的小鹏 板桥的小鹏 它也不是板桥 新北市的小鹏好了 总之就是它办的一个活动 那叫奇迹式的一天 没有四 奇迹的一天 然后它就请了一些 单口喜剧演员 然后请了 半片江山的那个曼财师 然后还请了 一个溜溜球的表演者 叫杨元庆 去办了一个表演活动 然后办在府中 那个活动其实我觉得真的是蛮成功的 因为我其实一开始的预期 你知道吗 像这种街头 然后开放式空间 讲漫才 讲单口 然后表演溜溜球 我原本真的那个期望值 压得已经非常的低了 因为这种开放空间 其实不适合那种 语言上的表演 我们每次像不管国内外 在讲这种单口喜剧 或者什么组织表演的时候 我们对于这种 的期望值真的压得很低 因为你在那个环境下 你真的很难放松 你就是在一个户外 然后你可能 四周都有各式各样的杂音 交通什么的 机车汽车在旁边呼啸而过 然后路上可能会有人 卖东西或什么的 反正就是 它是一个很吵杂的环境 照理来讲 就是不适合这样的表演 结果那一天 哇塞 真的是把我吓爆了 就是我 我跟我女朋友去那边的时候 就发现 哇底下的人都已经坐满了 然后我们根本就没有座位 你知道吗 我只好就是看到那个大凯 他坐在旁边的一个 平台那边 他在准备 他等一下要主持 然后他身旁 你知道吗 那个那种平台 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座位 他就是一个 大家都会间隔开来的那种 一个公共区域这样子 所以我就赶快凑到 大可爱的旁边 我直接坐到他旁边 因为 因为想说就认识 然后我知道他等一下是主持 所以他等一下一定会 换一个地方 他绝对不会一直坐在这里 所以我就赶快收到他旁边 然后顺便跟他打招呼什么 然后赶快拉着我女朋友 赶快找个位置 因为我就觉得再等下去 这个地方真的是要挤到水泄不通 然后后来的确 真的是连我们公共的小平台 那个地方也都是坐满的人 真的是蛮令我讶异的一个情况 总之他就是一个很 很成功的一个活动 那我那天也过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晚上 因为我已经好久没有看现场喜剧了 所以这大概是我这半年 好不容易看到的一个现场喜剧的活动 然后看完以后就觉得 非常的怀念你知道吗 那他那个活动是办在板桥那边的府中捷运站附近 那那个地方也是 我不知道为什么 那边给我的感觉很像早年的西门丁 很早很早以前的西门丁 但是又有一点不一样 就是更有规划 然后更干净 然后 但是还是有那种 我也不知道那个气息是什么 就是有一种很热闹的感觉 然后很年轻的一个感觉 那一区给我就是那样子的感觉 然后因为在那个节目 节目开 活动开始之前 我想要去买杯咖啡什么 所以我就跟我女朋友说 我们去附近大概晃一晃好不好 所以我们就沿着那个中 他那边有一条路 他好像就是直接往那个板桥 板桥站的方向走 那那两站 板桥站跟那个府中站的距离 其实不是说太远 非常的近 步行大概可能10分钟到15分钟 其实就走到下一站了 他那个距离 我真的就觉得很像 真的很像那种东区中校复兴 到那种中校敦化之间的那种距离 就走进路来 其实很近一下就到了 然后我往那边走的时候 中间其实就看到 我要去买咖啡的时候 就中间看到一个 很神奇的一个东西 叫做 有一家店叫做那个小春日和 那那一家店超级犯规的你知道吗 小春日和 它是一家卖那个红豆饼的那种店 就是 然后它是那种很现代的红豆饼 就是它有各种口味嘛 除了那种我们常见的什么 奶油口味跟巧克力口味 红豆口味之外 小春日和就是那种 还有什么 抹茶口味啊 什么橡胶蛋糕口味之类的 这些是我乱周的 因为我其实不知道现代的红豆饼 到底有哪些口味 反正它就是各种复合式的口味 感觉非常丰富 然后它就用一个那种透明的玻璃 然后照着它那个炉子 然后它那个炉子就 在那个透明玻璃前 然后上面打下那种 圣光你知道吗 打下那种黄色的那种砍灯的圣光 它让那个红豆饼 每一个红豆饼或车轮饼 每一个都觉得 真的是很可口这样子 然后再加上那个 整个台面都非常的整洁 非常的干净 所以让你看的就是 你可以看到它在那边 烤那些东西 然后每个东西都看起来很好吃 然后那个香气就从那个店里面 这样飘出来 哇真的是让人无比的诱惑 那种感觉像是看到刚出炉的面包 那种感觉 那那个红豆饼其实不算是特别便宜 因为其实我不知道大家知道 我们小时候吃红豆饼 是有吃过一个很可怕的一个价格 就是只要十块钱 就可以吃到三个红豆饼 我第一次吃到这个十块钱 三个红豆饼好像是在云林吧 因为那个时候台北 好像已经慢慢那个 价格已经渐渐涨下来了 所以我有一次去云林 那个时候好像是跟细兰 一起去云林比赛的时候 然后就看到那个 哇十块钱铜牌 买到三个红豆饼我就买来吃 那当然就是吃得很爽这样子 小时候真的红豆饼这个东西 就是没有什么价格的东西啦 那这一次在那个小春乐盒 我就发现 哦现在这个红豆饼 已经卖到一个三十元 哇 如果以前是三十元 可以吃到九个红豆饼 现在一个只要三十元的红豆饼 我就觉得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个红豆饼一个三十元 值吗 以前是一个 以前是十块钱 就可以吃三个 现在三十块才可以吃一个 这个三十块的一个红豆饼 值得吗 成本价这么低的东西 值得吗 结果那天买了 我跟我女朋友就一人买一个 买了两个 然后我就吃了 一口吃下去 我就觉得这个红豆饼 还真的值得你知道吗 真的好吃 真的 哦这种料理的东西 真的精致化以后 真的变得好好吃啊 你知道我咬下那个红豆饼的 那个瞬间就觉得 哇 它那个皮啊 是那种Q弹的那种皮 你知道吗 它已经不是那种 我们以前吃的红豆饼那种 面团的那种馅料 通常 面粉做的那种馅料 通常有一点酥酥脆脆 然后薄薄的感觉 可是它不会有那种Q弹的感觉 可是现在的那个红豆饼啊 至少小春日和的那个红豆饼 你吃下去 它是有一种 很扎实 然后很有嚼劲的感觉 然后那QQ弹弹之中 它里面的那个馅料 有这样直接像那个喷汁一样 然后在你口中那样整个散开来 哇 真的是超级好吃 这30块我真的是觉得 我跟你讲 我简直就可以直接形容说 我吃到了这个资本主义的味道 你知道吗 香喷喷的资本主义的味道 从三个红豆饼10元的年代 变成现在一个红豆饼30元的年代 这个资本主义这个通货膨胀的那种感觉 哇 全部都包含在那个里面 包含在那个抹茶和奶油的香气之中 我真的觉得太好吃了 真的太好吃了 而且它这是这家店 我真的觉得就是一个色香味俱全的店了 因为从那个 从橱窗看到啊 然后消费啊 然后再到吃的这个过程 哇 这一期合成 真的让你觉得 真的很不一样 我的形容不知道够不够好 但反正它真的是我 应该是这辈子吃过 算是非常非常高等级的一个红豆饼 我真的应该没有被这个价格蒙骗 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 可以去吃吃看这个小春日和的红豆饼 但我也大概就知道了 现在像我后来发现这个小春日和 是一个连锁商店 大家知道这种连锁的店 很奇妙的就是 每一个地方连锁的店 虽然它有SOP啊 或者是说 所用的料都一样 可是其实 每一家店的那个品质都差异非常大 所以我不建议大家去其他的小春日和吃 可能你就只能去这个辅冲站 跟这个板桥站中间的这家小春日和 至少我吃过我觉得是蛮好吃的啦 当然你可能下次有遇到新的店员 那可能那个店员比较 技术比较差那就没办法 但应该是还好 总之我蛮推荐这家小春日和的 大概就这样 总之我这次也是去辅冲站 它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个地方 喝一下饮料 讲完这两个地方还要讲什么 这礼拜其实有一个蛮 总之我前几天忽然有一个求知欲 你知道吗 我忽然想要了解 想说我想要了解一下 就是大家口口声声讲的那个量子力学这个东西 量子力学其实我在大学的时候 好像有一门通识课吧 我忘记那个通识课是什么 反正它就是一个 叫我们大家一直去看 几本课外读 好像叫什么地球科学还是什么通识 然后它就有开一个书单 然后要我们在里面可能挑两本书 然后写心得报告什么的 然后它 其实那几本书我觉得都非常好看 因为它就是那种通识课的书 它就是用科普的角度去解释各 各式各样的东西 那其中有两本书 好像有一本就是在讲相对论 一本在讲量子力学 那这两本其实是我那个时候看的时候 虽然我很努力的去看 然后它已经是通识的书 就是很普通的书 可是我那个时候其实还是看到一知半见 那个时候看的那些知识 其实都没有留下来 那我最近真的就是想说 如果有一天有人问我说 有一天有人走在路上问我说 张静雯你懂不懂量子力学 然后忽然就觉得说 我应该要能够达出 用很简单的方法 能够讲量子力学 我真的不知道 到底是有什么样的情境 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但是我不知道 我就是忽然很想要搞懂 到底什么是量子力学 所以我就 就想说好 那我就来看一下 什么是量子力学 然后我在网络上找了一篇文章 然后就嫌它那个开宗名义 有一个著名物理学家费曼 他就说我敢打包票 这世界上没有人懂量子力学 然后我看到这句话 我就觉得说 好啦 那我不用学啦 OK啦 量子力学之旅就到现在为止了 我一开始就这样想 但后来想说 不行我不能放弃 我不能放弃得这么快啊 费曼说不懂 我们费曼说这世界上没有人懂 难道我就不能把它搞懂吗 我就觉得很奇怪 因为像这种物理学家 他应该是这种世界上最聪明的人 他应该真的就是那种很厉害 很强的人 我觉得物理学家都 那个脑袋都怪怪的 每一个物理学家都超级强 我想说他怎么会讲出这种话 因为对我来讲 这个世界上啊 最没人懂的你知道吗 男生最搞不懂的 就只有女人而已 像这种理工宅男 他应该就说 这世界上我唯一不懂的就是女人 除了女人之外 这个量子力学根本算不上什么 你知道吗 我真的是期待他讲出这样子的话 但是没想到他说 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懂量子力学 我就想说 好啊 我就来看看 这个量子力学到底有多难 居然 连这个物理学家都 都举双手投降 结果我稍微研究了一下 这个量子力学 我觉得他 真像女人 你知道吗 难怪物理学家搞不懂 我觉得女人跟量子力学 真的是很像 像的 一个现象啊 总之接下来我可能不敢讲了 所以 我们今天大概录音就录到这个地方 如果呢 想要听我 再解释为什么我觉得 女人像量子力学的段子 这是段子啦 这应该我觉得是还蛮值得 发生成段子 如果想要 听的话呢 可以啊 我不知道 来日方长之后再有机会 再跟他 好好的 我把这个段子好好写一写 我把这个段子写清楚 然后把那个逻辑顺清楚 我再跟大家解释 为什么到底是哪里很像 总之我们今天节目就录到这边 谢谢大家收听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了 拜拜 拜拜